好,我们来看一下概念二 概念二呢,讲的是整数的加法 同号相加 这里的同号呢,指的是性质符号相同 也就是呢,这边我们先处理正的加正的 还有负的加负的,这两个情况 好了,我们来还是一样 从黑白旗,警告家奖跟赚钱赔钱这三个例子呢 我们来切入这个同号相加这个问题 那首先呢,这个怎么念呢 正五加正三,这个念成正五加正三 念成正负的呢 正负的,念成正负的呢,它叫做性质符号 那念成这个加减的呢,它叫做运算符号 虽然长得很像,但是呢,它的意义上有很大的不一样 念成加减就叫做运算符号 念成正负就是性质符号 那所以呢,有时候呢,我们遇到这个负呢 为了避免跟这个加减混淆 所以我们通常会有一个括号 比如说像右边这个 这个叫做呢,负五加负三 念成正负的呢,就是这个性质符号 念成加减的就是要做运算 做加减乘除的运算哦 好了,我们先来看一下下面哦 假设白旗是正,黑旗是负 把一颗白旗跟一颗黑旗呢,可以抵消 那所以呢,五颗白旗加上三颗白旗等于多少呢 五颗白旗再加三颗白旗,都是白旗 所以呢,五加三等于八,八颗白旗 那这个哦,这个我们写成数学的式子就会变成这样子 五颗白旗就是正五 加上三颗白旗,正三 好,加起来等于八颗白旗,正八 正叫做,正叫做白 负叫做黑,是这样 所以正五加正三等于正八 这是数学的式子 好了,我们再假设加奖呢,是正 警告呢,是负 那五只加奖加三只加奖 哦,加奖是正 五只加奖,正五 加上三只加奖,正三 等于 五只加奖加三只加奖 你用膝盖想也知道 等于八只加奖 好,再来我们再看下面 假设呢,这个赚钱是正 赔钱是负 好咯,那他说呢 赚五元又赚三元 赚,赚是正,赚五元,正五 又赚三元,正三 赚五元又赚,又就是加 赚五加正三 所以等于多少呢 等于正八 正八的意思就是最后是赚 赚了 八元 赚了八元 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右边 右边,这个叫做五颗黑旗加三颗黑旗 黑旗假设是负的 所以呢,五颗黑旗呢 就是负五 好,然后呢 再加上三颗黑旗 黑旗是负的哦 负三 负五加负三 诶,你想想看哦 有些同学就说 老师这怎么加 五颗黑旗加三颗黑旗 你用想的 五颗黑的加三颗黑的 很简单 它就是八颗黑旗 所以负五加负三呢 它等于多少 它就是都是负的嘛 负的五加三 就等于负八 八颗黑旗负八 好,这个很容易 再来五支警告加三支警告 哦,五支警告负五 三支警告负三 五支警告加三支警告负五加负三 你马上可以知道答案 答案叫做负八 可以得到八支警告 好,再来 赔五块又赔三块 赔五,赔五 赔是负的 又赔三块 又赔又赔 就是把它加起来 负五加负三 答案多少呢 负八 赔了八块 为什么是负八呢 你可以这样想象 它就是 赔五块又赔三块 它等于是 赔 这是赔 赔多少呢 把赔的通通加在一起 赔了五加三 所以是赔了八块 是这样子来的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右边这个笔记栏 这个在历史上呢 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典故成语 叫做 陪了夫人又折兵 那这个是出现在三国时期 同学若有兴趣的话呢 你可以呢 上网Google一下 陪了夫人又折兵 请问这句话里面 我们知道呢 它一共损失了什么呢 陪了夫人又折兵 陪 陪了夫人 又折兵 折兵又是 就是又陪了兵 也就是说呢 陪了夫人加上又陪兵 所以呢 它一共陪 都是陪的嘛 陪了多少呢 陪了夫人 又 陪了兵 所以它一共损失了什么呢 一共损失了一个夫人 还有汉 兵 陪了夫人 又折兵 就这个意思